我们的独家镜头要带你来关心 太北孤居卖命死守家园的血泪故事 已经相隔有一甲子了 而当然他们的后代也在这边落地生根 不过在两个月前 泰国北部大谷地村爆发的灯阁热 两万多位村民居然就有一万多人感染 有人就花医药费花了有上百万 继续我们的镜头 是我们的记者林慧荣和陈玄白 随着台北荣总的议诊团 深入当地协助他们来救营 近临泰年边境 这里三公里外就是缅甸 我们来到太北最大的华人聚落 七成是孤军后裔的大谷地村 两个月前全村闹灯阁热 两万多名居民就有一万多人染病 拔胃就是中了棋味嘛 台北荣总第一次海外议诊 选在第三军军长李文焕扎营地附近 从热水塘村 赫菲村再到大谷地 连日来的纵雨满地泥泞 屋顶漏水 塑胶以堆叠充帮帽 沙发为床 客难的环境之下 台北荣总由院长林芳玉率队 各科的医师甚至部主任 全都自愿投入一诊 身体疲惫却没人喊苦 仔细问诊还特别带来 50副助听器 有人终于听清楚了一盏笑颜 更有居民不放心当地的医疗 忍了六年才摆脱牙疼 在台湾的时候看到病人一来就坚持一定要拔掉 能忍痛 既然能忍痛就表示前面痛到实在是一点医疗的资源都没有 人工了得似乎是常年还严峻环境抗衡而来的建议 平时务农最常见的就是身体酸痛 给他们一些卫生教育去使用这些知识 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医疹的目的 三天下来有将近900人接受诊疗 期盼医疹不止治病 也疗愈中华手足的心 期盼医疗